蜂窩性組織炎 哈囉各位小博士 最近有人在line裡面問我說 他之前刮鬍子刮到送了急診室 醫生說是蜂窩性組織炎 怎麼會這麼嚴重? 有這麼誇張嗎? 那麼除了刮鬍子以外 我們在做刮手毛、刮腳毛 甚至修眉的時候 會有這麼可怕嗎?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 怎麼正確的除毛吧 其實在除毛的過程之中 我們碰到蜂窩性組織炎的情況 並不是這麼常見的 事實上比較常發生的 反而是毛囊炎這種情形喔 原則上毛囊炎就是 只要有毛髮的地方 都有可能發生毛囊炎 而有時候我們嘴巴的周邊 常常長一些青春痘 也很可能跟你刮鬍子的習慣有關係 原因就是因為 毛囊炎跟痘痘是一樣的 都是因為發炎反應 才造成的皮膚疾病問題 那麼究竟為什麼會發炎? 有兩種可能性 一種就是你的刀片太髒了 因為在我們刮鬍子或除毛的時候 難免縱使沒有流血 也會造成一些輕微的表面小傷口 而這些小傷口 在肉眼不可見的情況之下 就也是有可能被細菌所感染的 像是一些皮膚正常蟲菌 金黃色葡萄球菌 還有綠濃感菌這些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會有一些 除毛厚的產品了 像是刮鬍子之後就有胡厚水 除毛之後會有一些舒緩凝膠 它們其實除了是在收斂我們的毛孔以外 它同時間也有一些消炎的成分在裡面 當然最好的做法就是在你除毛之前 要先稍微用酒精消毒一下這些除毛工具 而第二種原因就是你把毛髮刮得太乾淨了 當然一般來說我們在除毛或者是刮鬍子 我們都希望刮得越乾淨越好 我們根本就不會希望有毛髮殘留在我們的皮膚表面 但是當你刮得太乾淨了 這個時候我們的毛孔就會縮小 皮膚的毛囊開口縮小了之後 當毛髮又開始長出來的時候 就有機會刺到我們的皮膚 這樣就容易產生發炎 而一發炎 當然就有機率變成毛囊炎或者是痘痘 所以如果你是長時間的受到嘴巴周邊的鬍子痘痘影響的 或者是你有毛囊炎困擾的人 那你的毛髮就不要再刮得太乾淨了 應該怎麼刮才正確呢? 應該要順著我們毛髮生長的方向刮 因為我們毛髮生長大致上都是由上往下長 所以我們在刮的時候就要由上往下刮 雖然這樣子的除毛不會把毛除得太乾淨 可是它對你的皮膚是比較有保護的 那如果已經有了毛囊炎該怎麼辦呢? 你應該要去看醫生並且加強後續的保養處理 我們先來講一講看醫生需要注意什麼 當然如果你的毛囊炎在不嚴重的狀況之下 我們的身體如果免疫功能又是正常的 基本上毛囊炎會自己康復 但如果變成了大範圍的 甚至開始紅腫、發癢 甚至有化膿的情形產生了 那就一定要看醫生 不然再這樣拖下去 就會很可能像我們LINE裡面傳來的小博士一樣 變成蜂窩性組織炎喔 那看醫生要注意什麼呢? 要注意醫生開給你的藥物是什麼 因為現在的醫生實在是太多了 有良心的很多,沒有良心的也很多 像我自己當然看的都是一些良心醫生啦 所以我什麼病都沒有 可是你的腦殘是沒藥醫的耶 對不起我錯了 有些醫生在面對毛囊炎這種反應的時候 他會開上類固醇 像我自己以前就有這樣子被開藥的經驗了 因為類固醇確實能夠在短時間內 有效的降低發炎反應 可是對於毛囊炎這種小病用到類固醇 那真的是有一點殺雞用牛刀 而且毛囊炎明明就是由細菌或者是黴菌所引起的 那針對這樣的情形應該是使用抗生素 或者是抗黴菌的藥物才對 怎麼會為了掩飾太平去使用類固醇呢 而且我之前的敏感肌以及九糟精影片就講過了 長期使用類固醇是會引起反撲 而且會讓你的皮膚變成一個長期過敏的狀況 所以看醫生的時候如果是因為毛囊炎 他開給你抗生素 那麼我們要心存感肌 可是如果他開的是類固醇 平日的保養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那我會比較建議使用一些像是含水洋酸的保養品 在我之前的酸類影片也介紹過了 水洋酸這樣子的東西 它本身就有一些消炎的作用 以及調理角質的能力 相當的適合毛囊炎這種肌膚來使用喔 但是並不是在你剛除完毛就立刻使用這樣子的產品 你會痛死我跟你講 而且你的那些小傷口也有可能會產生反黑喔 水洋酸的產品呢 應該是要在間隔你除毛的前後三個小時去使用 會比較恰當一點 所以我們就來複習一下整體的做法以及注意事項吧 如果你有毛囊炎困擾的人 第一除毛之前需要消毒除毛工具 二順著毛髮生長的方向去刮 三可以選擇使用除毛後有舒緩以及消炎的產品 四看醫生的時候要注意藥物是否為類固醇 五平日的保養可以使用水洋酸產品 好 以上的問題希望有幫助到你們 也歡迎分享給你們有相關問題的朋友 如果還有任何的問題都歡迎留言在下面讓我知道 那麼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到晚了 先上一等待小鈴鐺 字幕會秩順 下一個小鈴鐺 先上一等待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2 4